现在整体说你的科技指数来看 看到昨天是有些反弹 但是本身大家都在问 究竟是见底味只是死猫蛋 还是只是死猫蛋 但是现在出了通胀数据出到来 会有没有答案呢 如果说科技股 首先要说明今年我们都强调很多次 不要只是买新经济股 还有这两天我和很多投资者聊天的时候 他们说你美团也十年跌了 腾讯也穿600元 我买货买一点先来 都不会坐得去哪里 甚至乎见到北水流入 那是不是可以先买了 所以的确是部署一个 拜步复活也好 终极反弹也好 短线部署也好 是有买货的 但是我都说起码看多一两天 上不上恒指来计算 28,200 过了危险期之后 你才做些太过进取的动作 暂时来计算的话 我觉得就是有波幅就无声幅了 始终你在美国或者美股方面 债息的上升 这些是不利因素 内地方面反垄断化 我经常都说了 每一个小朋友现在排队 入教员休息室 逐个打手板 整个气氛一定不会好的 所以不是不能买的 譬如我自己说 腾讯600至620元 你本身没什么新经济股 没有什么腾讯的话 你买先买第一注 我认为这些原判是OK的 但问题就是我发觉 因为近期科技股跌得多 所以有些投资者说 你个肥子就叫我买便宜的东西 最近新经济股跌得多 我就责肥二世 去掃平货 结果又买回一楼的新经济股 我说一句就是 好了瘡疤忘了痛 之前2月18号 大家庆高采烈 行指31183 一刹刹下来 你看到美团由460几 跌到300元 大家很痛 科技股也是小心一点 今年买回一些 可能是传统股 资源股 航运股 内银股 突然间当科技股再跌下来 你又买回去 那就重度覆起 所以大家要留意着这件事 今年或者起码暂时可见将来 美国加息加税 再加上反弄断法的话 科技股都会有些波动 但反过来 你问我 维持原判 如果你真的没什么负在手 自己又有很多现金 又有一定数目的一些传统股的话 部分的科技股可以考虑的 不过又要讲到一个消息 在礼拜头的时间 我自己看经济报 就看到原来内地批准了6只ETF 就是内地的ETF 是投资香港的恒生科技指数 我觉得只要气氛不太差 当基金成立了 内地投资者买了 他们就买货了 北水南下都撑一撑吧 哎呀 我今早再看 原来他们的反应 当然每一只集到10亿8亿的 但是全部都没有爆上限 反应没有预期那么高 所以大家对这个因素的憧憬 就要稍稍降温淡化 但是要留意一下 今天来算 其实香港都有一些科技相关的ETF 是新出的 所以我的判断就是 如果你想买科技股 除了买个别的股票之外 例如你可以考虑一下 相关的ETF 都可以考虑一下 我觉得这个行业 中长线 三拙六个月 都应该顶呱呱呱呱 有增长 有些新的选择 你可以多留意一点点 但是你说 我要全副新加压下去 我觉得就太过急进了